没有猪肠 菠萝包没有菠萝 老婆饼没有老婆 王仔翅没有鱼翅 哦不对 以前是有鱼翅的 在以前的香港 鱼翅是很流行的高端菜 甚至被用来形容一个人多么有钱 比如鱼翅漱口鱼翅肉饭 所以每天酒楼都会产生很多鱼翅的边角料 另外酒楼每天熬制高汤后 都会剩下一堆汤渣 这些东西都不会直接丢掉 而是倒卖给小商贩 而小商贩就把它们重新组合起来 加入大量的胃素进行烹饪 做成了王仔翅 王仔翅让普通老百姓体验到了吃鱼翅的感觉 所以大受欢迎 但更多人还是觉得它是垃圾食品 对它赤之隐蔽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 大家皇宝一时觉醒 政府也开始打击鱼翅贸易 这时候曾经的垃圾食物 摇身一变又登上了酒楼的仓桌 鱼翅换成了粉丝 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 所谓风水轮流状 做好一锅王仔翅 最重要的就是汤饼 今天先来教大家做一个广式高汤 先准备一点香菇 因为等一下 咕咕的洗澡水 我们要用到 水先给它冲洗干净 再泡水三个小时 刚咬住 同样是泡水三个小时 准备一副鸡壳 一斤猪肉 当斤鸡爪 还有一块金滑火腿骨 这个是火腿上面最便宜的部位 却是吊高汤 力不可少的材料 下一步是大家熟悉的 爱如焯水 全部食材冷水下锅煮沸腾 再冲洗干净 这里记得火腿骨也要焯水 最后给鸡爪做个陪奖 找一个大锅 把香菇摇住 连同泡的水一起倒进去 再加满水煮沸腾 撇干净浮沫 调最小果 保持表面不沸腾 水里冒小气泡的状态 先煮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后 先把香菇捞出来 顺便撇干净浮沫 让它继续煮两个小时 我们来准备其他材料 首先是鱼翅 但这个不是真鱼翅 它的成分是 淀粉 明胶 海藻酸钠 但无论在色泽 口感和形状上 都非常接近鱼翅 那为什么不用粉丝呢 粉丝们那么可爱 我怎么忍心拿来做王仔翅 肯定要做蟹肉粉丝宝才好吃呀 这个仿鱼翅要提前两个小时泡水 把它泡软 给你们看看泡丸的效果 非常的漂亮 其实所谓的鱼翅本身也没有什么味道 主要还是靠汤底来提味 把泡好水的仿鱼翅冲洗一遍 然后继续用水泡着待用 把捞出来的香菇冲洗干净 切到小丁丁全部切湿 切香菇的时候要这样扣住 不会滑动 好下手一些 准备一些黑木耳 同样是洗干净切湿 这时候高汤已经差不多了 呈现出透明的金黄色 这里面已经完全吸收了食材的香味 非常的浓郁鲜美 我们可以把汤过滤出来 把油撇干净 这个可以用冰格冻起来 平时可以拿来煮面做菜 就跟浓汤饱差不多 那么我建议大家 是做完高汤之后 顺便来做王仔饰 这样等于顺便把汤渣给重复利用掉 我们把锅底剩下的瑶柱和猪肉 全部都撕成细丝 这个步骤记得要撕细一点 口感会更好 过程会比较枯燥 没有耐心的小伙伴 可以交给工具人来处理 好了 全部准备就绪 我们就来烹饪 找一个砂锅烧热下少许油 把姜片和红葱头下锅爆香 然后加入高汤 汤不要太多 因为这个汤的味道非常浓 我们还要再加水 先让姜葱和汤底一起煮一会儿 大概十分钟 这样做是为了去除汤底的一些腥味 十分钟后我们把姜葱捞出来 把香菇抹下锅 煮到沸腾 就把肉丝和瑶柱放进来 下锅之后 记得要搅拌 不要让它们粘在一起 最后就是仿鱼翅 全部材料煮三分钟就可以来调味 先放一勺蚝油 然后是四分之一勺老抽 还有一勺生抽 这个过程注意 一定要一边试味道 看颜色 再一点点的加进去 老抽加太多就会太黑 生抽加太多会太咸 那接下来就来到最后一个关键步骤 就是勾芡 我们把马蹄淀粉先在水里化开 记得先把火关掉 看到汤的表面不沸腾的时候 就把淀粉水一点点的倒进锅里 勺子要不停的搅动 这个步骤如果没有做好 就会导致淀粉在汤里面结块 非常的影响头改 所以记住 一定要先关火 而且不要汤芯一点点的加 直到整锅汤变粘稠就可以了 今天我还准备了一点私货 就是这个飞鱼籽 加了这个完仔翅的口感 直接提升你的级别 我们开小火重新加热 然后加住一勺飞鱼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